这个连续按数怎么定义的 连续按数的定义呢 一般的定义就是limit fx 就是等于fx0 当x去向x0的时候 那什么叫连续 我给大家一个直观的 提起这个动机 这个连续按数是重要的 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那它怎么重要 连续意思就是说 不会断 是指那个图是不会断 那譬如说我这个 这个就不连续了 它跟一笔画是有点关系的 所以我的图如果是这样子 有没有连续 我没断啊 这个就连续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的图是有这种状况 或者是所以这个是OK的 这个是不行的 这个是不连续 有一个点是不连续 其他点都连续 比如说是这种的 这个是复杂一点的 一个不连续 这个图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这个图是什么 是哪一个函数的图啊 啊 啊 sine sine sine是什么 sine x分之一 我们有讲过吗 不是吗 啊 虽然讲得有点匆忙 啊 这个类似sine x分之一的图 它在这个轴心的地方 我应该这样子说 譬如说是这种 这个也不连续 为什么 这个不能一笔画 你画过去以后 你要顿一顿 跳过去 跳过这个点 才能画进去 对不对 可是这个连续是比较好的不连续 这个不连续是比较好的 因为我只要补上这个点 那就OK了 那这个 是第二类的 不好的不连续 这个我们叫做所谓的 Jump Discontinuity 就是它是有跳跃的 有一个跳跃的 那这个是所谓的 更麻烦的 因为它在零附近 事实上是震荡的非常厉害 那你可不可以加一点 让它变成连续呢 事实上也不行 也不行 加什么点都不对 那这个当然也是不连续 所以 什么叫连续 简单来说是这个样子 我说你在X0 这个是你的函数值 你在这个点连续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从老远走过来 我在这个点不断 所以怎么样 它一定要经过这个点 你从左边也是 你可能糊里糊涂 但是呢 当你接近的时候 你要经过这个点 那就没断了 我的一笔画就画得出来了 那怎么形容这个所谓的 不会断的这个 所谓的经过这个点 这个现象 那当然就是limit嘛 不是吗 我从老远走过来 当我越来越接近的时候 我要经过这个点 就是我的limit 当X去上X0的时候 就是要等于这个值 那我就经过了嘛 不是吗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般的定义 事实上有两个定义的 我先考虑一个 所谓的最直观的定义 I等于一个open interval 是在r楼的自己 那我的f呢 continuous at x0在i里边 如果很简单 就是fx呢 去上x0呢 是等于fx0 我刚才所表示的 那个 那个状况呢 是 就是 就是满足这样子 老远走过来 你最后呢 要经过这个点 那才会是 不会断 才是连续的 这个行为 比如说前面所讲的 你这边 你老远走过来 你在这个点 跳起来 然后 才继续走下去 所以 那个 那个问题当然就是 那个点根本没有 没有直嘛 那如果你的直是有 但是不妥当 比如说在这里 也不对啊 我的图呢 就是老远走过来 然后跳一跳 然后再回来 再走下去 那这个当然也是断嘛 所以不是我们想要的连续 那这些也是断 这个也是断 这个 在零点 糊里糊涂的 也是 也是有一个 切断的这个行为 所以 这些都是不连续的 这都是不连续的 这个就是连续的 这个在这个点上面呢 也是连续的 是这个样子 连续函数 是我说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仔细 仔细看一下的话呢 仔细看一下我们 在做微分的时候 你就知道它 它重要了 你讲微积分 不能不讲连续 那 Record这个事情 这个FG' 是等于FG' 加F'G 是我们的 product rule 这个当然在微分学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去年老师有没有导过这个 确认入当然有啊 怎么样 现在不是啊 现在这个是成绩啊 那天就是有同学来问了 这个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当然是相成啊 如果你是这个 这个 这个合成的话 合成是这个符号嘛 不是吗 一个小圈圈的啊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 等于我们要讨论的 但是不是在这里 这个是成绩啊 product rule很重要啊 那个微分的法规 但是你看那个证明 是怎么样子证明 我我要说你的 你的 X加H 我要说它可为 事实上是这个样子的东西 是要看F乘积在X加H那个值 跟F乘积在X那个值的差异除以 H对不对 take limit 是不是 那那个时候是怎么做 那个时候是将 也是跟我们讲这个limit的那个分配也是一样的 是减一项 加一项 减什么一项 减这么的一项 FX加H GX 就是两个项 这个取一半 这边取一半 是不是 所以你先扣这个项 然后再加 加回来 那就没事了 然后再继续 这样子我的 这个 我的 就可以做一些 所谓的 因时分解 那个目的跟我们在做limit的时候 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trick是很重要的 减一项 加一项 然后H在哪里 H就分配进来 对不对 那 假设F跟G 各自都有limit 你这个不是去向G'X吗 当X去向0的时候 就是G'X 那这个就是F'X 这个就是GX 所以你有这个符号 FG'再加F'G F'在哪里来的 从这里来的 为什么是F 为什么不是F'X加H 是说当H去向0的时候 这个F'X加H 就是去向F'X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因为F'X连续 为什么是F'X连续 因为F'X可为 它必然连续 我不需要加什么条件 我原来就知道它可为的 它自然连续 因为它连续 我这个公式就是很漂亮的 就做出来 没有什么模糊的地方 是清清楚楚的 是这样子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连续是重要 还不止的 如果你了解一下这个logarithm exponential函数的那个微分 也是要用到连续的概念 这个微分公式才可以导出来的 这个不是说 当然也不是很复杂 但是概念上就是 我们很清楚的了解 这个连续这个概念 连续这个事情是在里边 是有一个角色在里边 这点呢 我希望大家同学了解得出来 那这个是因为 你的 不是吗 这个事情跟我刚才写的那个东西 不是一样吗 是不是 是这回事 那还不止的 连续函数 还有一些很好的性质 大概在这个章节里边 我们要讨论到 要讨论到的 就是 所谓的极值定理 我们说一个连续函数 在一个有臂区间上面 有界必须之上面 它一定有它的最大值 而且它达到的 什么叫达到 意思就是 它里边就是有一个点 它是最大的 也有一个点 它是最小的 这个点呢 可能是在端点 可能是在里边 没关系 反正就是有一个点 跟 譬如说 你开区间的话 你就没有一个点 比如说开区间 等于x好不好 你的最大点 是在边界上 可是边界你没值啊 你不在定义域里边呢 所以这个所谓的 maximum fx 没有的 不存在 在这个 是没有的 that's not exist 是这样子一个状况 那这个点 这个是做什么的 我跟大家说 当你做微分的时候 我们当然求极值 就是怎么样 微分等于零 对不对 微分等于零 然后呢 在微分两次的时候 是小于零 那这个是极大值 然后极小值 那个是很方便的公司 是微积分的 其中一个很大的用途 找极值 但是 在学理上 如果你要 断定 这个点是极大点 跟极小点的话 你做这个微分的动作 之前 你应该 先问 有没有最大点啊 如果没有的话 你找什么 你仔细看一看你们的那些教科书 都会有讨论到就是 确实有最大点 然后我就利用微分的方法去给我找 找那些所谓的临界点 critical points 然后一个一个比较 找出我的最大的那个 是这样子的 这个整个学理上的那个步骤呢 应该是先利用这个极值定理去确定 有的 然后再去找 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这个 这个在学理上呢 是重要 那还有另外一个 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 中间值定理 他说什么呢 他说 如果我 一个函数定义在 一个 壁区间 然后呢 当然这个是个等价的一个命题了 如果Fa是小于零 Fb大于零 则 怎么样 它是连续的 你就一定要通过这个x轴 它必然有一点 它是等于零 OK 那这两个定理呢 是我们 在这个 这个章节里 还是核心来的 是核心 那为什么他们是核心 因为它 第一 他们重要 第二 他们要用到完备性功力 他们的证明 严格的证明 事实上在 在整个数学历史上呢 搞了起码一百年的 就是找不到怎么证 那都觉得它是对的 找不到反例 但是证不出来 那一直到完备性功力 出现了 有办法了 我们在上一两章 那些什么 Bosano-Wastras定理 就是可以帮忙去 证明这两个定理的 那还有这个章节 还有一个命题叫做 均匀连续 uniform continuity 这个又是一个小题目 那希望大家均匀的 这个到时候我再来解释了 那这几个课题 我们起码有两周 会在这里 就是一个一个的给大家讨论 当然呢 我们还是从definition出发的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然后呢 我们先考虑 一个epsilon delta的definition 跟这个呢 是等价的 可是呢 就完完全用epsilon delta 发觉呢 它那个讨论呢 比起limit的定义呢 还要简单一点点 那然后从那边出发去 去 讲我们这个连续的函数的性质 好 我们先break 这样子一个函数 一二三 我就是一二三 那 这样子一个函数 我可不可以讲连续性 可以的 现在我们这个定义呢 是可以讲的 怎么样子 就是 我比如说 我要考虑 在二那个点 它是等于三 那我就 对于任何的epsilon大于零 我的delta是什么 你的一二三是各列的 我这样子看吧 就是 一是等于一 二是等于三 三是等于二 是这样子 那 我的delta呢 选取就是等于二分之一 为什么 因为 你跟二的距离二分之一呢 你就将所有加点都排除掉 事实上只有一点 满足那个条件的 是 对于所有x在一里边 x跟二 小于二分之一的话呢 事实上就是表示说 我的x呢 就是等于二 因为这个集合就是我的一 我只有一个点 然后 我的fx啊 跟f2的距离 当然就等于零嘛 还有什么 就是小于epsilon呢 是不是 那我不是满足了我刚才的条件吗 对于所有的epsilon大于零 我就找到一个delta 这个delta我设定的 只要跟二的距离小于delta的话 函数值的差异就是小于epsilon 完完全全就是跟我这个定义呢 是吻合的 因此我就说 这个函数 在二这个点呢 是连续的 那这个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诡异哈 那 事实上是跳动的 可是呢 因为定义欲的一个 一个 那个所谓的有点离散 所以呢 我们 我们是根据一个 所谓的一笔画的 这个想法 去设定我们的这个定义 那当你这个定义呢 给它定下来以后 你的所有的行为都是要 我们所有的推断都是要 根据这个定义来处理 那根据这个定义 这个是连续的 OK 那 当然它是一个蛮特殊的状况 那 我们可以期待是什么样子 我们期待 好 我再看一个 我再看一个 就是F呢 譬如说是 01 01 去R 好 01去R 我们考量就是 F是 continuous at 0 那 这个不是一个开区间 尤其是零这个点 是一个 端点来的 所以 我只能用 2的这个定义 来去看它 就是 if 对于所有的epsilon大于0 我找到delta大于0 那 只要 x在01里边 x跟0的距离 大于delta 就会imply 我的fx呢 跟fx0呢 是小于 epsilon 那这个就是它的定义 你要连续的话呢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定义 要写得出来 好 那 当然 我们小心看它的话呢 就是 你x在01上面 而跟 既然它在01上面的话呢 它当然是大于等于0嘛 所以这个所谓的绝对 直视上是可以去掉的 是去掉的 那 我是说 你这个 当然是imply 对于所有的epsilon大于0 我的 对于所有的 x在01里边 这个x-0 是大于delta 小于等于0 是不是 sorry 小于delta 大于等于0 就会imply fx 我实际上想说是什么 想说是 所以这两个东西是等价的 这个我想很清楚 想说是 这个 是不是我们的 所谓的右极限 讲这个事情 x在0的右边 然后 它跟0的距离 小于delta 大于 大于0 如果大于等于0的话 是对 后面是成立 那绝对大于0 当然后面也成立 所以这个是一样的 然后反回来呢 事实上这个等于0 也是一个trivial case 那你带0进去的话呢 左方就是0 所以这个结果一定是对的 所以 我想说 我想说就是 用这个epsilon delta的语言来讲 我们在一个b区间上面连续 是什么意思 就是 相当于在每一点都要连续 而在每一点连续呢 尤其是在左端点连续 意思呢 就是它的右极限等于它 这个是 大概我们可以预期的 用limit来讲的话呢 就是右极限等于f0 那如果在e那个点是连续的话呢 就是它的左极限是等于 是等于 等于f of e 就要考虑左极限 所以跟我们的直观呢 是一致的 但是我们还是考虑这个 所谓的epsilon delta的符号 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这一段的结论是怎么说 所以 把这个example 2 我们这样怎么说呢 我们就说那个f呢 是continuous on a b 在每一个点上面 我这样子说吧 它在每一个点上面连续 然后你在开句间上面连续的话呢 我就 就可以用limit来讨论了 在开句间上面连续呢 我可以用limit来讨论 那然后你在端点 你在端点上面连续的话呢 你就要用左极限跟右极限 那在a那个点来讨论连续的话呢 事实上相当于就是一个右极限 在b那个点 讨论的话呢 就是相当于一个左极限 那如果你这三个部分都成立 那你就是在整个ab上面呢 就是连续 这个 这个 这个是我要 我要加注的 然后 从这里这样子看的话呢 就是我的epsilon delta的这个定义呢 对于连续来说是一个 普遍 而且跟我们的直观的 那个 那个意义呢 基本上还是吻合的 直观的那个直觉 基本上还是吻合的 有没有问题 我就在这里加一个 remark 就是这个 epsilon delta的 definition of continuity 就是 more general 是更普遍的 而且是一致的 我不需要一阵子又考虑左极限 一阵子考虑右极限 我就是反正这epsilon delta 就写下去 就没错了 是这样子 我们还会给一些例子的 还会给一些例子 那有关连续函数啊 什么是连续函数啊 之类的东西 但是在做这些例子之前呢 我就先建立那个理论 那 理论是什么 一样 跟你们一样 加减乘除 然后这次再做一个合成 有同学提出来这个合成 那 合成函数的 连续函数的合成 也是一个连续函数 而 这些东西 现在做起来都是非常简单 原因 我们有sequence的这个工具 那这个跟前面是一样的 所以以下的这个部分呢 是标准的 F是连续 在一个点上面 若且为若 随便一个sequence 在1里边 sequence xn xn去上x0 马上就会导致 fxn去上fx0 那之前呢 我们在limit的时候呢 我们是要求这个xn 要在1里边 可是它不能等于x0 因为x0是一个 那个点呢 有可能没有定义 有可能非常古怪的状况 我们只看考虑周围 不考虑当点 但是连续呢 那个点好好的 我们没有关系 大家当然 在大一的时候 学连续 当然知道一个事情 一个函数是连续 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 有limit 第二个 有函数值 第三个 limit等于函数值 不是这样子吗 我们在写这个的话 是有三个事情 左边存在 右边成立 等号成立 三个事情 那既然函数在x0有定义的话 我就不会怕它了 它如果xn等于x0的话 它值就是一样 当然这个受链是也OK的 所以我不需要去排除那个x0 那个点成为我的数列的其中一分子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命题就来得更简单 比起 limit 那证明 那证明 事实上都一样的 所以第一个呢 我就看成是我们这周的CT 那返回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返回来 都是用反正法 都一样的 就是假设不成立 假设不成立 Suppose这个 F now is not continuous at x0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 就是将这句话否定 就是存在一个ε0大于0 对于所有的delta 这个delta呢 我们上次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选取一个 将它离散化 选取一个数列 就是等于n分之一 我都有一些问题 都存在某一个点 在1里边 这个点跟x0的距离 是小于delta 但是函数值的距离 却大于等于ε0 是这样 这个是x0 那既然它跟x0的距离 小于n分之一 当然是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所以你可以用夹击 或者是用εn的讲法 就是我们当然知道 就是说 那个xn呢 一定要收敛到x0 作为一个数列 它一定会收敛到x0 但是越来越接近 越来越接近 但是呢 它的函数值 作为一个数列来说 它就不会收敛到fx0 因为它跟fx0 永远都有一个距离 but这个limit afxn不等于 fx0 甚至于这个limit 有没有存在 我都不知道 从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这样子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事情不成立 我们有这个前提 却没有这个后果 那就是有一个矛盾在里边 就矛盾我们的fxn 必然要去向fx0 那因此 就是有一些东西 是有问题的 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哪里 就是说我们当初是假设 它不连续啊 所以它必然连续 has to be continuous 一定是要连续的 是这样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这个3.6就给它完成了 那我就会用数列来考虑啦 比如说假设呢 比如说假设呢 我的fg呢 都是连续 cont 在一个点 好 那这样子的话就表示说 把这个3.6呢 意思就是 随便一个sequence在1里边 xn xn 去向x0 就会imply fxn 去向fx0 不是吗 连续 连续嘛 那然后另一边 gxn 也趋向gx0 因为g也是连续啊 那这样子的话 f加g会怎么样子 当然是要去向 afx0 f加g的x0 对不对 因为他们拆开来 就是fxn加gxn 是这样子 然后相乘 也是一样 这个是数列的性质 这个之前我们已经做过了 那还有 还有什么 also 我们的 纯量的乘法 kf的xn 也是要去向 kf的x0 因为作为一个数列 它就是k乘以一个 yn 而 yn是有极限的 所以就OK了 然后f除以g的xn 就是要去向f除以g的x0 这个by definition就是fx0除以gx0 是这样子 那当然这里有条件的 就是这个分母极限是不灵 它可以正可以负 但是不可能是零 那这个又是一个 一个定理了 这个是定理3.7 我先正了才写这个命题 因为太顺了 我已经正了一个定理了 这个定理我写出来就是说 如果fg是从1到r are both continuous at x0 则我的f加g k乘f f乘g f除g 如果gx0是非零 这四个所谓的函数的组合 are all continuous at x0 这个就是我的结论 我们当然是先将最基本的函数 给它了解清楚 然后当我了解清楚以后呢 我只要将这些函数给它组合 加减乘除 甚至说合成 希望呢 就是他们 我可以 从这些简单的函数变成一些 组合起来变成一个更复杂的函数 他们都是有连续的那些好性质 我要找出连续函数的一些 越来越多的连续函数的例子 是这样子 接下来呢 就是要到合成 Composition Composition of Functions 那这个合成是说什么 就是如果我现在呢 f是从1 到u 到r g是从u 也到r 然后呢 fx0呢 是在u 好不好 那如果我的f是 continuous 在x0 在x0是连续 而g呢 在fx0这个点 在这个y0等于fx0这个点 也连续 continuous at cont cont这个是我的缩写 continuous at y0等于fx0 则 则我的gcircle f 这个是合成 在x0这个点呢 在x0这个点呢 就是要连续 那这个合成呢 这个定义就是 就是g of f of x 它在x0这个点呢 定义出来就是这个东西 它就必然在x0这个点呢 是连续 用sequence讲这个呢 是非常好讲的 为什么呢 因为对我认真来说 就是这个空间已经够用了 你随便一个xn 去上x0 那你的f是连续 所以fxn 去上fx0 你可以看成这个fxn是等于一个yn 去上一个y0 那 然后 这个yn跟y0就是在g的 定义欲里边啊 所以g是连续 g是连续 就表示说g of yn 一定要去上g of y0 是这个意思 g of yn是什么 就是g circle f of xn g of y0 是g circle f of x0 那就做完了 所以g circle f就是连续 好 我加一行 that is 就是g circle f of xn 就是g circle f of xn 是趋向g circle f of x0 那结论是什么 g是g circle f 就是连续 continuous at x0 那就做完了 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f是从1到u还是从1到8 这里当然要小心的 我不需要它1到u啊 它可以多一点点 但是 当然你讲的 有一个 我要小心一个东西 我只要 我刚才讲了 就是说 gyn 我希望g of yn也是要去上g of x0 所以这个yn我要保证它在里边 1到u 也ok啊 事实上是一样的 好啊 好啊 就写1到u吧 那我这里就不用写了 甚至这个我也可以不要 我就写x0在1里边 好不好 这样子省掉一行 这个内容更简洁 这样就ok吗 所以刚才Chu Olu同学就说 我这样子会比较 会比较清楚了 那而且比较简洁 当然我们的目标是在x0这个点附近了 那万一af呢 有一些点呢 它是引出去u外面 事实上我们也不抗拒 只是说 这里的这样子的设计就 在我们做证明的时候呢 是比较简单 我可以说是这个是例子 第一个 Limit x x去上x0 是等于x0 这个当然是对的 你可以用epsilon delta的定义去出 那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我的f呢 从r去r 那使得呢 就是fx等于x呢 是连续函数 是continuous onr 这个 我的1就是一个r是一个区间 r就是一个开区间 那就 就OK了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点 那由于这个的话呢 我就可以确定就是 x是连续函数 所以x平方也是连续 所以xn方也是连续 对不对 利用那个成绩 我就知道 那 然后 那个 所以它的组合 比如说多项是px 是等于 an的xn 再加 加到a1的x 再加a0 这种的an皆多项是 那它就是利用3.7 我们就知道它当然也是连续 那最后就是px除以qx 每一个都是多项是 这些有理函数rx 那也是连续 只要 is continuous 只要我的分母是非0 就是我的分母qx0 是非0 那它就是连续 对不对 我们有一些fact在里边 就是 我们碰到的所有函数呢 都是连续的 而且都可以证明得清清楚楚的 比如说那些sine函数 那六个三角函数 那六个三角函数 tangent tangent secant cosecant cotangent 那我们这样子写的 我说它们是在它们的定义域上 是连续 什么叫定义域 譬如说sine跟cosine 当然就整个r 可是tangent不是 tangent在二分π 在n加二分π的时候呢 事实上是没有定义的 那 那些点除外 其他一点它都是连续 那 我们的tangent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对不对 所以二分π 二分之三π 二分之五π 这些地方呢 它都没有定义的 那同理这个secant cosecant cotangent 对有一些地方没有定义的 没有定义的我们不管 那在它定义域里边 每一个点 它都是连续 那同理 我们的指数函数 反正我们碰到的函数呢 都是非常好的 a的x方 ln的或者是log的a x a大于1 这些函数呢 也是连续的 所以连续函数是一个很大的类别 而且它有非常好的性质 continuous on their domains 在它定义域 譬如说在logarithm来说 这个x就要大于零 那个logarithm的图 是什么样子 这个图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是logx的图 这个是 a的x方 这个是logarithm的ax 它们都是连续函数 那这里我用所谓的facts 来说明 我们还没证 但事实上是可以证明的 我们晚一点去做这个事情 好了 今天我想就来到这里吧 我们大概介绍了联系上师的基本定义 那第三呢 我们就可以进去两个大定理 谢谢大家